把这个小小的去标准 15万 然后第一个动作是深蹲 就是说再重复一下 一开始要多重复动作 要比肩宽稍微高 多一些1.5的肩宽 然后腿部 注意膝盖要跟腿的脚尖的方向出去 不要往里锁 然后呢 就是要往后蹲后坐的 这样 这个位置 再起来 然后不要往前伸 主要是往后蹲后坐 好 两个示范 然后时刻 不是时刻的 五 五 五 好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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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mute OK 好 现在还有声音 接着咱们到了十个 Suno深蹲 Suno squat 5 5 10 好 今天要稍微让声音快起来 快一些 做30个Jumping Jazz 也是开合跳 开合跳这样做 往上把手举起来 对手是向跳 先从我提醒的是往中间 往中间很明显 拍鸡掌也可以不拍 好 30个 5 10 15 20 25 30 好了 接着再做有伸展运动的热身 热身增加转体 这样 Rotation 旋转是一个很重要的训练项目 好 就开始了 20个 20个 5 10 接过蹲的时候 前面腿去下后面的执转 11 15 20 20 好了 下面一个就是拉伸的抱着的膝盖 我们一开始这边有些痛 好 开始 1 6 做继继续动的时候 Core muscle 上肢不要弯着 都还是这样 12 15 20 好 是不是都有一点点出汗了 我有一点点了 好 这个动作踢腿 踢腿是一种很好的拉伸 助于帮助腿变直 20 20个 6 10 15 10 9 20 好 下面是最后一个热身运动 是这个 健步蹲加跳 lunge jumping lunge and jump 这样啊 这个健步蹲这个动作 好 这个开始了啊 2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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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0 好嘞 好嘞 现在啊 大家都 没事儿有哑铃 我还是带上一个我的这个 护手的 因为这个 我开始做的这个重量比较大 第一号 複合组是这个负重宽部深蹲和上斜推胸 这个负重深蹲呢 就是抱着一个哑铃 也可以抱着两个 然后做刚才的深蹲动作 这个要做十五八到十五个 开始的时候可以做八个 水平高一些可以做十五个 深蹲动作是对腿部和全身肌肉的很好的训练 主要今天大一些大家可以随意 再见 我有个问题 你那个说的十五二十那是十五下还是十五秒二十秒 我怎么觉得 哦 怎么用秒都是下 比如这个运动都是八到十五次 十五次 对 好 这个是宽部负重深蹲 你可以用两个哑铃 我现在用一个这个 这个可协调式的 就三十八 这个你一说两个哑铃 也抱在胸前 抱在肩膀上 然后做一个深蹲 跟刚才一样 一点五倍的肩宽 然后后蹲后坐 然后用抱发力起来 在使劲的时候 吐气 OK 然后下蹲的时候 吸气 好 我在侧面做一个 然后就开始了 这样 后蹲后坐 深蹲 就是蹲的 至少你的膝盖是九十度 好 十五个 五 好 十五 好了 下一个是教授的 上斜推胸 上斜推胸 大家 我这次还是做一个在地毯上的 比较 不是地毯 就是勇敢卖身上的 然后该活也是这个 健身椅子 上斜推胸 稍微跟上次的 这个 是有一点区别 是这种呢 胸腿上举 是这个哑铃 横着 你的手心冲弦 上斜推行 把手转过来 然后 稍微有点斜着的姿势 这样推 这个对胸部肌肉 不同的地方有些训练 我做两个 推的时候 使这个时候呼气 把气呼出去 下来的时候慢一些 上去的时候 要有爆发力 OK 十五个也是 五 十一 十五 好了 后来也回答一些问题 为什么要数数呢 得数数 比记时间的好处 在于你没有一种stress的感觉 你自己数数就好了 时间呢 大家有的人 半天position没进去 前面好几秒钟就过去了 所以我所有的运动 都是数数 或者是数你的呼吸 咱们现在稍微调节一下 呼吸 但不要休息时间太长了 我就换重量 这腿调节性的 我再加大一点 好 我这次做三十五磅的 中间稍微给大家一些 多一点心理事 要来演示一下 如果你要用氧铃的话 可以这样 把氧铃举在胸前 如果要挑战性的话 你可以伸出去做深蹲 那些就更有挑战性了 如果是小重量的话 大重量就厚的和自己的身体比较接近 然后做深蹲就好了 好 那我现在用这个更大的动量 跟着它抱起来 好 我这个就不做示范了 这都一举起来 示范也不是容易的 好 这个开始啊 十五个 五 十 十 好嘞 还有这个 上斜推胸 每个复合组之间的 不要挺多 时间太长 好 膝盖略微 抬起来的 躺下 手这样拿着 有点斜着 手心冲向你 冲向你头部的位置 再做一两个啊 这样 好 上斜推胸十五个 开始 下 二 一 二 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好了 两个复活组之间可以稍微长一点时间 刚才忘了也是这个exercise bench了 下次再说吧 好 我那个稍微点评一下 我看那个文青做得非常厉害 他做了一个复活的动作 他是把那个哑铃上针之后再上举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复活动作 上针 这样是一个上针也能够锻炼 但是一开始如果你比较有挑战 就可以把哑铃放在这儿 然后针就好了 好 在大家休息的时候 我来讲一下这个 昨天我做research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你讲一下能不能再有问题 你那个上鞋推胸的时候 它是直上直下 还是这个有个角度 多大角度向左右 一开始应该是直上直下 但是你后来如果是自己有了感觉的话 你想练不同的位置 就是或者在前面啊 或者是斜一点啊 或者是在胸近一点 都可以调整 谢谢 好 这个 AHA的 recommendation是说 每周每个 week 150 minutes 的 moderate intensity exercise 或者是75 minutes 的intensive vigorous exercise 或者是combination 就是75 加75 plus two sessions of resistant exercise 所以大家只要能参加这个活动 它肯定能够完成一半 同时解决了这个 resistant exercise 因为你在这个 exercise的时候 实际上也是达到了 moderate intensity的 cardio的exercise at least 这个待会再跟大家分享 关于心率的这个 requirement 好 下面一个是 腹中肩步蹲 和 腹卧撑的结合 肩步蹲 好 大家拿 雅铃 肩步蹲非常好 这个push poo 这个都非常好 好 一手拿一个雅铃 然后做肩步蹲 刚刚我们做过这个 好 这样 就是后腿 直的 前腿 弯到 差不多都要快手足度的 一开始都可以 后面 累的时候 做个容易变形 好 这边 好 这个 一边15次 一路就30次 开始处置了 好 一 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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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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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 我这个动作也有点要变形 后面二十二 二十五 还有五个 坚持一下 五 好嘞 俯合冲 俯合冲的几种 辨识 我这次讲一下 比较标准的是 这是比较宽手的过程 宽手是一两五个肩宽 然后你的手掌可以稍微往外一点 这样防止你过来的时候走不往外出来 这样挺对的 还有一个就是上肢做一个上肢空上手的攻击 做一个比较平板的姿势 不要撅着屁股 要踏着腰 这是很难的 我现在做得不好 然后做十五个 如果这个腿要固扰了呢 要去做膝式的 膝盖式的 容易很多 然后也是这样下去 如果有的喜欢的配饰 在椅子上 上面有排鲸 比较固扰的配饰 好 这就开始了 十五个我先做两个演示的 好 我今天觉得有点累 我都做稀释的了 大家开始啊 十五个 注意呼吸 往上的收受呼气 这样 因为这是你使劲的时候 五 十 好嘞 一开始刚做的同学 千万不要做得太快 如果有可能会造成上肢的运动 容易造成aerhythmia 所以身体条件 刚开始的时候 一定要慢一点 优着点做 好 赵博有情况吗 我看你站在那 OK 下面 我说两句 做这个健步蹲的时候 要点 要注意就是这个膝盖 不要超过你的脚 对 因为你要保证你的膝盖 跟就是最好是直 就是膝盖在你的脚上 我也做一个试一下 对 你说的对 就是这样下来的时候 这样 不要那个到前面 对 很多东西都是这样 OK 对 是 那个避免受伤 行 还有哪个要点吗 好 就这个 OK 对 好 谢谢你的指点 对 我知道 知道这个 有时候做的可能也没有注意 好 还是健步蹲 一边15个 对这个蹲下来的时候 几乎要90度 后面腿是直的 但是不要把身上前面 好 一 这时候就要 二 跟后撤和前推 有时候是 应该是一样的感觉 对 那样会稍微难一点 但是避免受伤 因为做久了 如果是膝盖 总是在前面的话 会容易受伤 对 而且有的时候 我要往前脉 就容易造成这个趋势 对 但是做后撤的吧 对 好 好 现在就开始了 做一边15次 一共三个次 批起来很好 对 往后撤 你就很难 把膝盖到前面 三个次 四个 四个 二十 还有十个 五 我马上 五 坚持一下 还有五个 那我们在那儿 蛋 好 五 好嘞 刚才是三十的 最后五个是倒进食的 好 佛冲 佛冲 我今天这么好说 好 这个是来做搬手的 这个有很多 时候容易动作变形 好 大家就可以 开始了 我做两三个就灌头 七十了 一 二 我还是没有力气 六 十 十 十三 十五 好 休息一下 喝点水 擦擦汗 我来接下来讲这个 AHA的 recommendation 它这个里面还说了一个 如果 so if you can exercise to more than 300 minutes of moderate intensity even better minimum 所以咱们每周 这两次差不多一个小时 然后就是 120 minutes almost there 其他的很多 moderate intensity 包括有的家务活 gardening啊什么都是 moderate 最后一个就是 这个 heart rate heart rate呢 应该是 recommendation是 moderate intensity the above 50% of maxim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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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来着 maximum heart rate 这个maximum heart rate 是220 minus age 比如像是我 我是45 岁大妈 就是 差不多 176 是我的maximum heart rate 然后这个的 50 以上 50 到70 是moderate 70 到85 是vigorous 所以我的target heart rate range 是88 到122 是moderate 122 以上 就是vigorous 所以我这个 看这个 fitbin 可以看到 整个这个workout 都属于是moderate and above 大概有十几分钟到 那个hardule的 intensity high intensity 的range 好 这是我昨天也学到一个 好 下面就是这个 硬拉 dent lift dent lift 应该我做的这个 叫lomanian dent lift 就是 抱着一个重量 然后把它拉起来 这个 有杠零的是另外一种 这个我还没有做过 这个我还没有做过 硬拉呢 是 也是大概1.5个肩关 然后 把这个哑银抱上之后 你每次下来的时候 这个腿也不要完全的就绷至绷到后面 有一点弯度 有一点弯度 这样吧 ok 我先用一个小一点的重量 是 这个是 35 dent lift ok 这样 这个身体 这个身体大概跟膝盖差不多 这样 ok 我再做一个侧面 这个上身的应该比较直的 要绷着背 这个绷直的话 帮助力量重挡 2个压力也可以 好 开始了 15个 好 1 2 5 7 8 9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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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好了 10 9 这个是第三个复合组的第一个动作 然后 这个第二个动作呢 是 这个仰卧直臂 这是一个更简单一点的动作 我们用一个轻一点的压力 可能是一个八棒的 好 这个也是要 躺下 下一个 仰卧 然后呢 这个 然后再 呃 还算仰卧直臂 这个 结束动作是一个直臂 然后下来的时候 在你的头侧面 然后注意不要打到几次 好 做两个连贯的 二 好 开始 十五次 五 五 九 十 十 十一 十五 好的 这个 腰部 肘部的肌肉 和这个关节都觉得很弱 好 下面那次 还是回到这个 放一个大腕 重量 这个我就不演示了 这个重量太大了 好 这个大肩膀很刺激的 好 还是要往前 15次 15 50 15 好嘞 这胳膊的肌肉不够了 我看有些人做的跟深蹲差不多了 你腰其实是要动腰的 对对对是这样我也经常容易混啊 因为这两个在一起 这个它的动作是把它拉起来的 对 而不是用腿的力气 对对是我的时候也做做混合就是这样 就是像地上一个重物你要把它把它捡起来 那个就是臀要往后往后撤 然后呢就是身体上体是基本跟地面是要平行的最好 因为我看这部份的时候它一般就抱着这个要期待很多 然后平常能再低一点 这个就像你模仿 你比如说你要把你girlfriend抱起来 有点个小宝宝抱起来 有一个垃圾箱 这样一样 对这样就可以了 对 那个腿 那个腿是直的还是伸的 腿是弯的 要弯一点 要弯一点 稍微弯一点 腿可以弯 可以弯一点对 腿应该不是像这个深蹲的时候蹲的这么厉害 对 而且你弯一点呢 就是 我要把它锁死了 这样锁死了非常危险 还是要有一点弯阻的拉起来 好 谢谢 然后下一个 第二个动作 这个仰落指臂 前臂还挺痛的 好 这样 尽量离这个耳朵要近 不要到它外面去 好 这样 好 下来 二 再来一个示范 好 开始 五 六 十 十一 往上举直臂的时候呼气 好嘞 咱们就已经三分之三完成了 不是不是四分之三 好嘞 下面一个呢 单腿负重提拉 这个组和单臂的飞鸟 飞鸟是我特别喜欢做的动作 好这个 喝点水 这个负重提拉呢 单腿的呢 就是非常保持销炼平衡力 好 再把这个最后一个复合组做两遍 我们今天的粗重力量 计量就完成了 好这个呢 我再用这个腿 这个负重提拉 把这个重量伸到前面 这个腿要提起来 然后你把这牙齦拉起来 OK 这个过程中 你要保持 这个不着 不 要不着地 好 就这个样子 来 多几个将写啊 就是这个腿 稍微弯一点 但是主要是为了保护膝盖 而不是以后要做一个动作 是这种 蹲拉 蹲 蹲式的提拉 那个是要蹲下去的 这个呢 稍微弯一点 让你保护一下自己的膝盖 好 开始 一连续顺 五 十 我也没法完全保持 平衡 还它一个 好嘞 一开始的时候 你要是平衡保护膝盖 力量和平衡 勾hand in hand 然后一开始 你也可以做这样的 让你相对的容易一些 好 换方向 六 十 好嘞 OK 这个 对glutes 那个 臀部的肌肉 有很好的清廉 好 下面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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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动作 就是飞鸟 我还是要演示一下 我用这个 Bench 或者Bench 弄了一些 来 背在地上 做飞鸟 这个Bench呢 就是 它的 活动范围大一些 好 弄了一点 OK 这个呢 我是做单臂的 我也把两个拿起来 这样在 第二组的时候 做双臂的 单臂的 可单臂的好吃 好 再弄在这儿 好 再弄在这儿 这个 借助做这个 Bench的时候 一定要把脚 着地 不要踩着它 这些地方 这样呢 还是不稳定 完全着地 最安全 好 躺下 躺下之后 我做一单臂呢 单臂就体验 这左侧的这个核心肌肉 腹肌啊 都在 对抗 非常好的练习 这样 往上的时候呼气 再来一遍 可以看到 Ringe of motion 可以很大 尽量就 到中间就停 停下来 好 一边15次 就要花点时间两边 感受你的腹肌 或者是胸肌 五 八 十 十五 好嘞 换色 还是把手放在 你肌肉上 这样体验你肌肉 我觉得这个 neuromuscular的运动呢 用你的意识来 innovation the muscle the exercise I think it's going to enhance your performance 好 ok 来 好 就开始了 一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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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十五 好嘞 哎呀 这个保证你胸肌 还有八块腹肌 都连完了 好 下面是 这个最后 我再擦了 这个体重的话 好 这就是 三腿 前 三腿的一个提拉 好 开始 哦 指甲 给我小心 好 现在就 哦 把我的镜头挪一下 我现在就开始 就刚才临时放过了 直接开始咯 最后一个这个动作 五 十 十 十四 这号好累了 十五 好累 换侧 五 五 七 五 七 十 六 15 好嘞 我自己都不能想象 以前我怎么能做出 三个reputation 好嘞 最后一个动作了 是这个 现在做双臂的飞鸟 也是英文叫swing 这个是叫swing 好 躺在地上的东西也可以做 就是大一些 好 再做一个 好嘞 开始是5个 8到15都可以 5 10 15 好嘞 OK 好 把氧磷收拾一下 这样做最后一些 Turdio 最后咱们 哇 都有人开始做 看来我们开始做张平 做 Burpees了嘛 好 把氧磷收好了 不要换到自己 干活 我们现在 做最后的 Turdio的时候 第一组做 Burpees 大概看自己的情况 好 还是做了17了 我这个Maintenance Dose Maintenance 的induction背景过去了 好 现在也稍微的休息一下 把这个房间整理一下 还是要穿鞋哦 因为现在这个 Jump什么的 对脚弓都要求比较高 好 现在我这时间是9点一刻 还不错 好 Jump Burpees了 再解释一下 这个 这样 做连贯一些 好 开始 17个 大家可以随意 1 2 3 5 5 6 6 7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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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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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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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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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冬腿的动作不要把膝盖敲到前面 这样 这样的动作 咱们做 30次 一条腿15次 开始 10 20 30 好嘞 注意交叉 我要做到一事儿了 好 最后一个 Dinson Panale是 Jumping Dance 这个就做 也得做30个 就在做我吃饭 OK 开始 10 20 30 30 Good Job OK 好 走一走 也可以还是在原地跳一跳 然后 然后 我们做 一些拉伸运动 我们这个绝对是 Deliberating Tensibly 好 拉伸运动 现在做一些 上肢 上肢的 把这个 就是 转一转 还是不要让呼吸 和心率停的太快了 好 然后 然后 我还是比较喜欢做下肢的 这个一个是 往下伸 把这个 手往后够 然后做个深蹲 我觉得中国人的 这个 脚跟的跟腿还比较长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 就蹲下来 和这个 脚跟腹抬起来 这是一个 训练 好 做股膀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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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4 4 5 5 好 然后现在 我会把这个 鞋脱掉到后面的这个 拉伸 拉伸 我觉得是 Regal motion 这个大家 能够忽略 凝小功能 好 下面这个呢 还是先做一个 弓箭步 和 上一段 导致 好 弓箭步 往下压几下 然后 hold 好 今天动作做的时间太长了 稍微简单一点 换一只脚 好 然后 坐下来 把腿伸直 脚往前够 脚过去够一下 让胸部往前贴 好 好 再换单侧的 够前面的脚 然后再斜面 够一下 好 早上的时候 肌肉韧带 还比较紧 早上做拉伸 大概不会出成绩 就是 做一下 舒服一下 好 单侧 左边 然后 中间拉一下 好 然后呢 拉一下小腿 好 还是在这个位置 来抓一下大腿外侧 好 趴在这儿 大腿和肩部拉一下 好 换一条腿 好 好 今天在毯子上 再做一个这个 轻拉趴 这个是一个 比如说很好啊 什么 拍胯之类的 I don't really get it 但是我觉得 每个关节 拉伸一下是有好处的 不要太 要跟那个自己的情况 好 好 最后一个小腿的 小腿的 把这个腿可以去一点 然后 抱着自己的脚 这是拉这个小腿后侧的 换一下 再做几个 这个 拉伸 然后 看一下自己到什么程度 好 现在每次做完了 我拉伸都能够 大概 但是手整 今天还有点问题 但是这样的程度 就可以了 好 就看看自己拉伸的效果 OK 这个是923 OK We're done 看你的 heart rate肯定是 50% above 50% or above of their maximum heart rate guaranteed guaranteed 好 成50% 220 减去你的年龄 是你的 maximal heart rate 你在exercise 时候要target 50% to 85% 在70 以上 就是rigorous exercise 我刚刚才说的那个 fomular 150 minutes minimum of moderate exercise 是这个 50% or about 比如像我 我 45 plus old 就是 88以上 OK OK 到盼跟你resting heart rate 有关系 我的resting heart rate大概 五十七八吧 好 那你很健康 Thank you You're awesome 现在开始吗 再见 现在开始吗 已经完了 刚刚开始聊天的session 你也知道我今天有多少个人啊 今天 你有时差吗 你是东部啊 东部9点半 你们那边有9点半 没关系 你可以那个看录像 而且我们那个星期三还有第二个session 星期三是你们的时间晚上9点钟 今天有几个人啊 我想知道今天有几个人 26 看一下吧 26 26 26 oh yeah 哇 比上才多 登明 想问问你 你刚刚秀的这个wrist band 那个保护的 我还蛮感兴趣的 因为我就觉得这个运动 我前两天运动的时候 那个hip flexor 那个 muscle 就破了 然后我就觉得 那其实 看起来你们讲解了很多 就是 是不是这个 这个健身里边 这个body weight 这个有很多不同的学派 那个 有时候 同一个动作 大家讲的不一样 然后我们稍微做的姿势不一样 可能锻炼的肌肉也不一样 但是同时也容易造成损伤 所以 这种保护的方面 那个 有什么 我看那个Jane戴的这个gloss 然后你刚刚说的那个wrist protection 我还是都很想知道这方面 对 对 我带这个 我带主要一个是就是 保护手的 那个 因为练得多以后 还是会有那个 有起那个callus 是吧 然后呢 还有就是 为了保护那个腕部 不受伤呢 我就加了一个 这种 它有一个wrist 的一个reinforcement 就是 因为我有时候会 重量会比较大 所以呢 这个要保护这个手腕 我就加这个 这个我觉得还不错 这个手套 这是连在一起的了是吧 这个挺好 连在一起 连在一起的 哦 你给我们发个link 我们那个 我也想要这个 对 因为有时候那个教练 我觉得我们啥东西都应该团购 团购 在amazon上面都有 应该可以 那个对 因为有时候我教练 跟我用的那个重量会大 我以前那个手腕也瘦伤 所以还是要保护一点 哦 你手腕受伤是什么情况下受伤的呀 我现在还没有受过伤 所以我非常难以 这个 有时候 有时候你不知道是做 你一个30练完了 就是好像 有点不对 就是 因为以前我原来也原来做那种 就是推的推举的话 有可能会弄到腕子 所以就 就会 我就还 后来我就用这个以后 我觉得还是挺好 就是 所以你把 pay attention 就是你把这块 有一个 有一个physical 的一个reinforcement 然后呢 自己也会更注意 有道理 有道理 对 谢谢 对 这个很重要的 有些动作要点 有时候自己可能不太注意 然后 有那个专业人士指导一下 还是挺重要的 对 我就有这个感受 如果自己做运动吧 我原来也是每次都是跟着那个视频做 所以还是比较容易那个follow他的那个instruction 但是到后来我自己做的时候 但我觉得自己做的时候 你要是用脑子去想 也能觉得就是自己这个动作 exercise不到那个muscle 也还是会慢慢改变 也还是会就是有这个提醒 所以我现在昨天不是也在trainer呢 但我这trainer刚开始还没有教很多 还没有很多这个很具体的 对 慢慢的逐渐做多了以后 他就会给你指出一些 做的 对 我觉得你们的流派可能是不是不一样 因为 Jane在教的时候这个 那个RDL 就是那个Romanian deadlift right 然后他在说 你拿起来以后要送胯 但是我看有些video的教练说 你不能送胯 对吧 所以我都觉得就是说 同一个动作都有不同的version 看你要看你练的muscle吧 我觉得 就是你哪个哪个group 要要增强一些 比如说你就做这个Deadlifting 你要是要强调你的背部肌肉的话 你肯定要把身体要往下放 对吧 那个然后你要注意这个臀部 往后的时候要要出去 然后起来的时候 就等于是要一下往前 但你到底说是要往前挺 还是不往前挺 那可能是 我觉得不是太重要的一个detail吧 OK 有时候我想知道一些detail 就是为了避免受伤 因为我都怕我自己做错了 因为我自己已经有那个pip flexor的 就是什么受伤了 所以我都有点就是比较保守一点 对那我觉得你还是找个教练问一问 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也不知道 我学的那一个她是这么强调 我觉得我也每次也体会 有的时候是这个背部这个肌肉 特别就比较吃力 但是绝大多数 我们是为了练这个五四头肌 这个大腿的肌肉 对 对 你说的对 Jane 你那个女神章 她因为你当时介绍了以后 我稍微看一下她的 introductory 那个video 她里面就是这么教的 就说应该把这个送出来 对 哦还有一个她这个张苏她比较强调说有氧运动不重要 这个我昨天读了这个AHA的recommendation 不是说有氧运动不重要 负重运动更重要 而是说负重运动实际上也是一个有氧 所以咱们做这个整个这一套的时候 既实现cardio又实现weight resistance 所以平常这样就比较高效 你平常的时间你可以再去跑步啊 打高耳术啊都可以 所以我昨天想了这个 而且我现在觉得咱们这个一周两次非常好 这样就不用再 我原来自己做induction phase 比如说要weight loss的时候 要一周四次 但是只要是说toning和conditioning 我觉得一周两次就完全够了 你觉得那次睡眠 我觉得两次挺好 对 我觉得一周两次到三次够了 对 对 谢谢两位 今天还有那个明在旁边把我们纠正姿势 我都觉得有两个教练 有些三十五个过过 我就抠了 今天就没做 有点看 而且我觉得现在每个rap只做两次也比较好 做三次就是mentally 特别stressful 昨天我学了一个article 也是说就是说over exercise也是一种stress 嗯嗯 所以就适可而止了 好 还有什么问题吗 哎 我觉得要是练 就是都没关系不会受伤对不对 主要是怕受伤 就是你要也要看自己的那个感受 其实我们body我觉得还是挺protective 如果拿大重量 他这就提前就已经lock 就是已经engage了这个muscle 然后就再这样子 我要拿小重量 他就不会太使劲 他就能够在胸部 孙明你说怎么回事 你说一下 对我觉得对 就还是主要是看你的重量 就是用小重量的时候 你能够直逼的话就直逼 但是呢 一般大一点 会有一个很 就像这里说有一个很自然的 protection 就要hold着你这个position 就可以了 就是会稍微弯一点 我这不懂 我就从菜鸟的角度 部学者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我的体会就是说 你的整个body 是一个非常精密调节的仪器 那你的muscle的strength 取决于你的动作 对吧 如果你的内 你要是1B的话 就说明你大的muscle需要加入了 你需要进空二头肌和胸大肌的力量 如果你能够直逼做的话 说明那两个muscle的力量已经非常够了 那个用力可能不到百分之 对 到20 你多靠胸小肌的力量就能拉起来 所以说要看你自己的具体的情况 和你负重情况 和你自己的muscle的情况 它会有好点 我 totally agree with Bo 你已经有那个doctor degree 我看昨天有一个教练说的就是 exactly就是你说的 其实有大的group muscle和小group muscle 你不同的动作 每一个动作 其实像plunge 或任何动作 它们都有modified的那个动作 所以真是这么说的 对 所以我有的时候就是 哪天那个已经发现心率太大了的话 心率特别快的时候 我那组动作 我可能就用小动量 这样就比如包括这个腹臂 腹身侧拉这个 也是同样的原理 你要用大重量 你这个胳膊就拉直 但是我想要胸部 ringe of motion的时候 我就会用小动量 这个你到时候就自己根据你自己在那个时间的感觉 我觉得最好是 还在这聊天 就记一个diary 用个documentation 用个documentation 希望这样能够记起来 然后你会逐渐有一个增加 像我跟我的教练练的时候 我们每天做的动作 用多少重量全都会记下来 然后就是用一个spreadsheet 这样就会逐渐把重量加上去 跟进你的训练的程度 所以最好记一个diary 或者是我没去找是不是有那种app可以记 应该是有 也叫fit吧 好像叫fit 就是keep 有一个keep是可以的 AEP 可能是可以的 对 我觉得有教练这点就最好了 我那个app也有计录 训练记录 但是我最讨厌训练记录的时间了 因为那时候大脑缺血 脑子也不转 想那几次那几次都记不住了 应该是边做边记 有人给记就好了 我的那个教练以前做的时候 是他那个machine上的都有barcode 我的cellphone里有一个barcode reader 然后你clip上以后 你说你输进你的重量 和输进你的repetitive number 然后你就follow那个instruction finish up就是了 然后最后他给你 cumulative end of month 他给你summary 真棒 Merry还是你最棒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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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一点computer 我最懒了 这样好了 咱们大家都你们那边十点半了 可以出去打球的打球 遛狗的遛狗 然后好好玩 好吧 好谢谢啊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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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非常开心的训练 好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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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 我看